一狗好像要七千多 這個桌子是一個麻將桌 碰碰碰 放一個傳統中式華人攻擊杯 反正你會覺得很潮 我就是值得這個價格的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OMG 大家看我那個背景 能想像嗎 這是淋浴間 而且可以看到這裡有超大落地窗灑落 所以採光非常好 我光在這裡自拍可以拍200張欸 那邊你洗澡的時候要記得拉窗簾 不然對面的部分可以看到游泳區 正式來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入住的是 加東區這裡indigo飯店 六日 然後一退房包含說房價 還有訂房王的那些規費 15564塊台幣 但他因為很跨禮拜六跟禮拜一啊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 那個瓷磚縫 我都沒看到任何髒屋 而且其實淋浴的空間也算大 備品的品牌是固定式的 然後我剛有觀察了一下 不管是金屬件啊 或是蓮蓬頭 其實也都算乾淨 然後我有看了一下這一間indigo 它其實是IHG旗下的飯店 連他們乾淨整潔的這些標準 都依照IHG 這個系列飯店的一些規範 所以應該乾淨程度是不太需要擔心 現在人在加東區嘛 我有查了一下 這裡是傳統華人的那個住宅區 所以這邊有很多那種新中式風格造型的 花樣圖樣都有加入其中 然後你看裡面這邊 很想我看到這麼潮的 這種印花耶 我們以前那種臉盆啊 或是很多水盆也都是這種印花 但是看起來就會比較復古一點 但是它把它融入很潮流其中 加上這種撞色設計很漂亮 然後牙刷 它就用這種紙盒裝 用的也是很像現代潮流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最特別的其實是這種杯子 它是鋼杯 雖然我沒經歷過那個年代 但我覺得其實這種鋼杯加入現代的設計 其實是加分不小的 直接可以飲用的水 但是它是用這種玻璃瓶 然後再加上杯套這樣給你 所以也是因應到現在環保的潮流 然後可以看到這裡是洗手台嘛 有很大面的鏡子之外 旁邊這裡還有一個舒服的小角落 它是一個類似藤椅的狀態 洗完澡啊 身體還濕濕的 包著浴巾 可以在這裡塗個乳液 也不怕說弄髒裡面的沙發 然後可以看到它的窗簾 有一個沙簾跟一個遮光簾 所以可以很完全的來遮光 剛剛這超漂亮的耶 而且10樓其實隔音很不錯 下面車蠻多的 但我聽不到樓下的那種車輛聲 這個才是我覺得最特別的 這個連我們家都沒有 這個超級復古 這個是洗腳盆 Rest your feet 就是它怕說我們來新加坡 可能逛街逛累了 這個可以洗腳盆 然後甚至還有 這個腳底的去腳質 哇 這個真的很不錯耶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個盆 其實真的超級復古 真的是有呼應到家東去這邊 一些華人傳統的 這個造型的臉盆 然後跟大家講洗手台下面這個 也是我覺得很特別的 這個是尿盆造型嗎 還是彈魚造型的垃圾頭 而且很好笑 我的孫長年代真的都沒有碰過這一些東西 而且我現在蹲下來我才發現 這個洗手台是一個縫紉機的底座耶 好酷喔 所以就是把一些舊東西 然後跟新的事物融合 我覺得融合得非常好耶 然後從剛剛洗手間這邊過來 我覺得進來房間就是不同的氛圍 房間它裡是木質的地板 讓你更舒服更溫暖的感覺 而且其實可以看到 它真的把很多新中式風格的花樣 融入其中 你不會覺得舊舊髒髒 反而你會覺得很潮耶 你看這個床 它是King size的床 它不只有兩個枕頭之外 還有一個靠枕 塗騰滑布 所以其實弄起來你會覺得 欸 真的滿時尚潮流的 然後枕頭的話 也是一個紮實一個Q Q中帶軟 是躺下去會陷進去的床墊 他們的床墊品牌是C裡 也算是國際大牌 然後可以看到房間啊 它的寬度跟深度其實不錯 所以走路甚至左右兩邊 你要分別上床這邊 都還很有餘裕 然後再加上說左右兩邊 自己都有自己的床邊 做自己的插座 所以其實真的算很方便 然後再來是後面這邊 我也覺得好不錯喔 這個小客廳也是心中式風格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桌子 一個麻將桌 小抽屜 放籌碼 放錢 就這個桌子真的很融入 在整個裝潢之中 而且可以看到光這個椅子啊 雖然顏色很鮮豔 但你不會覺得它很土 我覺得Indigo厲害的就是 它會依照每個地方習俗 每個地方習慣 然後封吐明器 來做一些內裝的變化 然後真的是設計得很不錯 看似是一個傳統衣櫃的概念 但是打開 我想說這個是白色嗎 我可以碰嗎 可以 看這個杯子 有沒有用心就放在這 其實它大可以去IKEA 買一個那種19塊的杯子放就好 那它放一個 傳統中式華人公雞杯 就拿來泡咖啡 變得又更好喝了 這裡放了三種糖果 然後都是可以吃的喔 它是說這個是 可能比較傳統的新加坡華人 從小到大會吃的記憶 包含白兔牛奶糖 這些都是不用另外收費的 我覺得這是很不錯 因為糖果一定也沒有多少錢 但它放在這給你 然後也不會說什麼 要另外收費 加分不少 還有連杯墊都這麼可愛 編織杯墊 然後旁邊這裡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個冰箱 冰箱是 好貼心 入了兩個奶精球 比方說如果你要喝咖啡 或是喝糖檸茶 不用去樓下跟人家要 然後我剛剛上面忘了講 它的茶包是給糖檸茶 這是貴的茶包喔 然後上面這個就是不能碰 但是它就是擺設 它增加這個一致的氛圍感 然後走到超級寬的 這兩個人走都沒問題 然後這裡有一個很大的衣櫃 這其實如果要long stay 在這裡住一個月都沒問題 我拖鞋是厚毛筋底的耶 而且它還有止滑 因為這間Cartoon Indigo 它在頂樓有一個無邊際泳池 它有考量到說 如果大家換完泳裝 要上去可以穿這個 而且還有止滑的 還不錯 這個有加分 然後旁邊這邊它還有浴衣 哇還有刺繡 字體也是覺得軟 設計得很好 淋浴間放在 就是有落地窗的陽光的地方 如果你要專心 你上廁所蹲馬桶 一進來 這邊空姐很寬裕 而且它的色調啊 它的瓷磚就跟我們剛剛淋浴間 是一致的 所以這種青綠色很放鬆的感覺 然後我剛剛使用之前有檢查一下 很乾淨 洗手盤也很乾淨 然後有一點也不錯的是 它不只有洗手露 它還有護手霜 都有多給 這也是很不錯的 然後接著我會住 卡通印第九三天兩夜的時間 也會帶大家逛一下附近 那如果有任何缺點 我都會挑剔給你們看 所以大家影片記得繼續看下去 我們先睡一下 睡個午覺 新加坡太熱了 我就是現在這個 兩三點的時間出去不明智 先睡 先睡 嗨 大家好 我是小胖妹夫人 我跟大家分享我們徐海莉頻道 會員福利很多喔 不只有罐罐之外 我們每個月十五號 還有會員專屬直播 徐海莉我的這個僕人 他都會出國買很多禮物 回來送給大家 還有很多美食地圖等等 一定要加入我們會員好不好 現在屁股很癢 先不要吵我了 我是住在十樓 電梯間往外 其實好有風格喔 都好有特色 這種印花 現代復古感 這個門也超帥的 好 現在來到飯店頂樓了 它這裡有一個Rooftop Bar 然後還有無邊際泳池 我當時在訂房 就是被這個無邊際泳池所吸引 但是現在時間 傍晚五點半 太陽還是有點大 湊北高 好熱好燙 泳池它是開放到晚上九點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是怕熱的小美女 可以晚上甜甜的手再過來 然後其實它旁邊這裡 還有24小時營業的那個健身房 所以如果就是在新加坡吃太飽的話 還是可以去健身房動一下 其實沿途走回飯店 這裡有一台 這種舊式房子改裝的 有超市 所以如果你想買一些伴手禮啊 甚至餅乾 其實可以來這個愛的超級市場買 然後這裡沿途都有酒吧 我有一個晚上有來這裡喝這一間 其實我 必須老實講 我覺得新加坡的酒偏貴 甚至那種酒吧的調酒 它只有半杯滿喔 台幣就要快五百塊 重點是它酒吧只營業到 晚上十二點 所以這個也是台灣人要調適的 我們很想把娛樂活動弄到很晚 走這個天橋 過去對面 對面就是我們的飯店了 而且我覺得新加坡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行人的走道非常的寬敞 跟路旁的車輛的那個行駛道路 都有做很好的隔間 一般走路或是你有小朋友在跑來跑去 也不用怕說有任何交通上的危險 這真的是要給讚 你看車道在這邊 中間還有隔一個道 這裡還是可以走的人情道 好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住這一間卡通印第狗三天兩夜的新燈 缺點就是它離地鐵站有點遠 然後離著名的那些景點有一點點距離 所以如果你想去Maxwell 吃一些小販中心 你想去看生草沙 甚至你想要去看魚尾汁 都可能要多花一點點時間跟交通成本 然後可能要花時間去研究一下新加坡的公車怎麼搭 啊不然就是課金搭過來給大家自己分量 但是其實我覺得它的優點是大於它的缺點 包含說房間非常乾淨整間 我是住三天兩夜第一天晚上我把它弄亂的時候 我有放五塊錢新帝小費 所有的貝品也都是全新的給你 回來跟新的一樣 然後再來我覺得房間裡面的設計非常有巧思 它不是一般的豪華商務飯店 就只是弄一些乾乾淨淨的裝潢來炫炮 閃下你的眼沒有 它其實是有用心的 我覺得各個角落都很適合拍照 是一間很漂亮的飯店 然後第三個我覺得它服務也很好 包含它樓下櫃台的服務 所以以它的價格跟它的內容物來說 我覺得是值得這個價格的喔 所以這邊海力挑剔大師就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還喜歡這一系列海力的飯店挑剔影片 拜託幫我按個讚 也別忘了訂閱每一則肉圓我都來看 想看我是哪個國家哪個飯店挑剔起來 就拜託留言給我我真的會參考好不好 我是海力大掰掰